爱尼路 远孔岛加亚岛的统治者 自然系响雷果实能力者 在自然系乃至所有恶魔果实能力当中 自然系响雷果实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这颗恶魔果实在攻击威力又或是攻击范围 以及速度和治疗方面都有独特的招式 但是响雷果实的天敌却是橡角果实 橡角果实由于绝缘体的关系 故而可以免疫雷电攻击 虽说如此 但是橡雷果实用来对付其他人还是非常有效的 最初剧情中 爱尼路对付其他人的时候 基本上是几招就把对方给秒掉了 下面来盘点一下爱尼路所开发的响雷果实招式都有哪些 新网 有称之为剑文色霸气 可感应到视线外的敌人或进一步预知对手动作 爱尼路结合上响雷果实的力量后 他可以接收电波 从而大大增强新网的能力和范围 甚至可以听到整个空岛人们的声音 一旦有人说他坏话 他就会召唤雷电从天而降制裁对方 顺意 像雷果实和闪闪果实一样 也具备高速移动的能力 爱尼路可以以闪电的速度移动到任何地方 一般情况下 若远是无法察觉的 另外瞬眼还可以通过可以导电的物体传播 让爱尼路可以通过导体出现在任何想要出现的地方 普通攻击 这个招式是没有名称的 因为这是爱尼路最为简单的招式 通过手指就可以放出闪电 虽说闪电看起来很小 但被闪电击中后 普通人会当场晕倒 并且变得外交领恩 到期 又名闪电 爱尼路将自己的手腕转化成为雷电 之后再将耀眼光芒的闪电抛出去 电流由上往下攻击 形成一股非常强烈的电流冲击 可以很轻松就将敌人消灭 也可以将一大片建筑物瞬间化为灰镜 配合上心往后 爱尼路可以对远处的敌人进行精准打击 是一招超远程范围的攻击招式 电光 爱尼路从身体散发出雷电 再将雷电转换成光或者是热来抵消任何物理攻击 雷电可以蒙蔽敌敌人的视线 同时也会造成少量伤害 放电 爱尼路从身体周围释放雷电 以自身为基主扩散雷电 优点是360度没有死角 缺点是无差别攻击 容易伤及队友 威力范围有100万伏特 2000万伏特 1亿伏特以及2亿伏特 另外该招式也可以使用单手或是双手释放 对单个敌人进行打击 根据伏特的不同 威力方面也有很大差别 最小的伏特可以轻松击败自身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敌人 最大伏特则应该可以很轻易就毁灭一座云岛 神之制裁 爱尼路从自己的手腕放出巨大的圆柱型雷电 从高空游上往下对地面敌人进行攻击 命中后雷电会向周围扩散 并且对目标造成二次伤害 神之制裁属于一个持续性技能 雷电会一直不停冲击对方 对敌人造成持续性的致命打击 另外神之制裁也可以不用从天而降 可能放或者输着放都可以 简单来说就是将一个圆柱型雷电发射出去的招式 电疗 爱尼路独有的治疗招式 当爱尼路本人处于昏迷的状态 他会自动使用电疗来电击自己的心脏 从而让自己恢复之绝 当自己的心脏感在时间内没有跳动的时候 爱尼路也可以利用这个招式 让自己停止的心脏再次跳动 雷野精 爱尼路的辅助招式 可以利用雷电的力量电热融化金属 并且将物品制作成为自己想要的形状 爱尼路曾将黄金制作成为三叉戟 另外该招式还可以控制金属的温度 让三叉戟的矛头变得滚烫无比 可以说这一刀既可以制作武器 也可以利用金属的热量来烫伤敌人 三千万伏特雷兽 敲打自己左肩上的大虎后 爱尼路可以放出一只像是蓝一样的雷电攻击敌人 速度非常快并且还是从地面突袭而来 雷兽可以狠狠地咬住敌人 让雷电传遍到敌人的每一寸肌肤 三千万伏特雷鸟 敲打自己右肩上的大虎后 爱尼路可以放出一只像是大鸟一样的雷电攻击敌人 速度方面比雷兽更快一些 且攻击是从半空中突袭而来 雷鸟可以很轻易就穿揍对方的身体 从而让对方的身上布满雷电 六千万伏特雷龙 当爱尼路同时敲打左右两千的大虎后 他就可以放出一条巨型的雷龙闪电 该招式结合了雷兽的力量和雷鸟的速度 并且攻击范围也变大了很多 且攻击方向是从高空中突袭而来 不难看出 爱尼路上面的三个招式开发的非常有意思 可以很好的应对处于地面上 半空中以及高空中的敌人 两A伏特雷神 爱尼路所开发的最大伏特招式 释放自己全部的雷电之后 爱尼路的体型会变大很多 并且还会变成雷神形态 由于身体周围有强大的电流 所以敌人一旦靠近 就会立马化为灰烬 另外这一招的破坏力也是相当强大 单手一个普通攻击就可以引发强大的雷击 这可惜碰到了橡胶果实 和路飞对拼之后 由于绝缘体的问题 所以一点效果都没有 忽而我们也无法知晓这个招式真正的破坏力 万雷 方舟真言制造出大范围雷云后 爱尼路可以用自己制造的雷电刺激雷云 之后就会形成无数的闪电 这些闪电会对地面进行不停的轰炸 只要是雷云覆盖到的地方 雷电都可以将这个地方的一切一切全部轰炸完毕 当雷云覆盖整个岛屿后 这个岛屿就会受到雷电的不断轰炸 这一招大范围的雷电攻击招式 雷银 同样也是利用方舟真言制造出大范围雷云 之后爱尼路通过自身所产的雷电再次积累云后 可以制造出一个类似球状闪电一样的闪电球 这个闪电球的内部充满了电流 并且还会不断增大 当闪电球从天而降之后 可以很轻松就将一座云岛化为灰烬 根据爱尼路自己的介绍 如果他全力制造的话 闪电球的体型会变得更大 最终成型后 可以很轻松就将一个国家灭掉 这几招超大范围的攻击招式 结合爱尼路的招式不难看出 爱尼路对于响雷果实的开发 还是非常完善的 近距离远距离招式以硬矩权 另外他也有一些应对地面半空 以及高空的招式 还有超大范围群体攻击 更有强化自身力量的雷神 作为杀手锏 也可以利用雷电制作武器 也可以在自己受伤的时候 利用雷电唤醒自己 之后再配合上自己的星网 以及响雷果实的超高速移动 在战斗的时候 基本上能够应对各种对手 本来最早期的设定是 橡胶果实免疫雷电 并且在没有武装色霸系的前提下 也可以攻击到爱尼路的实体 最终爱尼路在橡胶果实上翻了车 在SPS中 有观众曾经问过爱尼路 来到青海之后会是多少悬赏 韦田说爱尼路起码是武艺以上 帮到现在来看的话 武艺确实太少了 但是这位观众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剧情进展到了恐怖三维翻船篇章 这个悬赏放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高了 当年爱尼路被陆飞打败之后 他来到了他自己所说的无限大地 这个无限大地就是月球 上面有很多伏笔 包括红岛人的前身 以及毛皮族与月亮的关系 如今爱尼路在月球上依旧是神 在月球上发现大量的机械小人士兵后 爱尼路利用响雷果实的力量将他们全部复活 最终这些小人士兵们都成为了爱尼路最终时的部下 或许当月球上的伏笔慢慢揭晓之时 也就是爱尼路再次登场之日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 我们下期再见